穷女孩梦到自己挖到百年老山深 第二天竟然真的梦想成真了 可结果却被几个同村老妇占为己有 原来女孩叫贵德 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穷女孩 而她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 但两人在家的待遇却天差地别 姐姐可以穿漂亮的衣服皮鞋去上学 贵德只能穿姐姐扔掉的烂鞋 小小年纪就要干各种农活 简直就是家里的小庸人 而她的姐姐贵真却像个公主 但却充满了野性和妒忌 只要稍看妹妹不顺眼 就举起扫把找她出气 甚至在往后的日子里 贵真夺走了妹妹最珍贵的东西 这天晚上 贵德睡觉时做了个好梦 竟然梦见自己在大山挖到百年山深 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 对于住在大山的村民来说 山深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唯一出路 贵德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母亲到大山里挖山深 经常都是早出晚归 但每一次都是空手而回 今天贵德一大早就出门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根据梦境里的场景 在大山里寻起了山深 没过多久竟然真的有所发现 而且有整整五颗罕见的山深 贵德狂喜不已 撒开喉咙呼喊远处的母亲 但却惊动了附近的村里 所有人一拥而上 贵德的母亲也赶忙跑向女儿 但却脚底踩滑 直接从山坡滚了下去 所有村民都赶来了 看着贵德身后冒着仙气的山深 都露出了贪婪的神色 贵德等了半天都不见母亲的踪影 村里德高望重的白奶奶 让贵德赶紧去找她的母亲 大伙会待在原地 帮她看管好山深 绝对不会动分好 而单纯的贵德也没想太多 连忙去找她的母亲了 但她前脚刚走没多久 白奶奶就跟所有村民串通好 直接将五颗山深占为己有 谁都不愿意放过这发财的机会 贵德在山脚下找到了母亲 告诉她自己找到了五颗山深 以后再也不用过穷苦日子 母亲得知后也是欣慰不已 还带着贵德一起扣盖山深 诚恳地表达了感谢之恩 贵德在路上兴奋地说 等挖到了山深换来的钱 要给亲姐姐买漂亮的裙子 然后再给自己买一双皮鞋 但让贵德万万没想到 她才刚走没多久 白奶奶已经带人挖着山深了 贵德愤怒地辱骂众人不知廉耻 竟然占了她先发现的山深 但白奶奶反而抄起棍子打向贵德 还骂她小小年纪却是个说谎金 明明是众人一起发现的山深 白奶奶还让村民们一起坐这儿 早就串通好的村民纷纷指责贵德 单纯的贵德委屈不已 哭喊着向母亲解释 这些山深明明就是自己找到的 如果有人说谎就要受到山深的惩罚 一旁的白奶奶听了之后 神情顿时就有些不自然了 她冲上去阻止贵德继续说下去 一老一小就这样扯来扯去 一旁的母亲也不想事情闹大 都是一个村子里的 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于是拉着女儿离开大山回了村 等姐姐放学到家后 贵德忍不住就跟姐姐提起 自己找到了五颗山深的事 贵真一听顿时来了精神 如果妹妹说的是真的 等换了钱她就可以买新裙子 但当她找母亲问起这是时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妹妹竟然敢这样欺骗她 贵真毫不犹豫地拿起了扫把 狠狠地教训了一番贵德 尽管妹妹一直说是她先发现的山深 但暴怒的贵真根本就不相信她的话 二哥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前阻止贵真欺负妹妹 但母亲却横插一手 直接将贵德拖进了房间